時間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雨昕也來了 好 聯絡本先抄 然後評量準備 陳佑呢 陳佑有沒有問題 功課 沒有 沒有 好 一樣聯絡本先抄 那等一下都要把鏡頭都打開喔 我們現在關起來 等一下30分的時候都要全部打開囉 佳翔呢 佳翔你功課寫了嗎 寫了 你麥克風要打開 有嗎你有寫嗎 有寫 真的嗎 那你一樣要抄ление物本 跟評量把它拿出來 喔 次 到現在正門下 每個雙層都要再 Tow了 有分寫 我已經看見到 醫生有寫力 這個衣服就是 好 柏宇也上线了 柏宇也一样超连落步 然后评量准备一下 好 再两分钟我们就要开始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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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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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到第一段 应该有看到分享的画面了 好,来看到第一段 那我们就来看它的大意 跟它提出的问题 看我们有没有能够把它回答得出来 有没有把它读懂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第一段 有一回我们进入林子时 看到前面有一颗枯木 孤零零地站着 看到它,我突发奇想 跟孩子们提一个问题 枯木是死的还是活的 他们看到这颗枯木叶子掉光 树皮脱落 当然认为已经死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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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孩子的回答相当有趣 现代人大多不用柴火了 这种木头也不适合做家具 但喜欢生物的小孩提出了一些可能 譬如五色鸟能啥子 树枯子会在空窟我也肯定价值对 ». 最后我和孩子们的结论是 库木是森林里的大饭店 一次就把二三四段都帮我们念完了 那我们来看看 好第二段 他要跟我们说什么 作者又问库木有什么意义结论是 库木是森林里的大饭店 对不对 我们第二段的地方有讲到 那第三段呢 那库木可以分成什么 四种类型对不对 那吸引不同生物钱来继续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 等一下细分来看 那库木第四段 就是库木被破坏了 那无法复原 生活在里面的生物也会失去家园 好 那 那我们就来看到 来 他说 他说什么 从孩子们的回答来看 那库木对我们人类有意义吗 你觉得呢 你刚刚读的课文 觉得有意义吗 有没有别的小朋友想要回答的 要不要回答看看 不然 不然以轩乐跟韩宇的分数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们其他的都没办法超越了 哦 有吗 从他们的回答来看 库木对我们人类有意义吗 他怎么 他怎么讲的 好 那一样我们就请韩宇来帮我们打这一题 对我们有意义吗 他回答是有吗 嗯 你要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们读课文里面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没有意义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 他说现代人都不用柴火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几乎都用瓦斯炉了嘛 就是都没有在用那个木材去生活了 那他枯掉的木头呢 他也不适合做家具 那他就觉得对人类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哦 好 那陈刚刚那一题 那库木对动植物有意义吗 有意义吗 好 来陈佑来终于来陈佑来打 终于陈佑有举手了 有意义吗 那你可以说说看有什么意义吗 他说了什么 例如什么 你可以试着讲出一些来 他不一定要全部一样 对试着讲讲看 你想到的就是 你有记得的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给以轩补充好不好 好 以轩你补充一下 那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可以在树上树草 嗯 可以在树木上生长 好 对 OK 那我们来看哦 他先说什么 好 虎生鸟人植树草 那菇类会在树木上生长 那像什么 我们知道的 天牛 像有些幼虫 天牛的幼虫 可以在里面寄居嘛 那像很多小动物啊 也都可以住在库木里面 那所以 库木是许多动物的家哦 那对树 树来说 是有意义的 那可能 好 燕君加入了 好 好 那谁可以给大家看 为什么作者和小朋友的结论 是库木是森林的大饭店 跟刚刚的答案其实很类似 对不对 好来 陈佑 陈佑达 因为里面住满了很多昆草 嗯 对 很多栋植物嘛 是不是 老师 陈佑达 怎么了 是我今天要请假 好 你怎么了 作业太多 写不完 OK 那你一样哦 有问题的要上来问哦 好哦 那你应该要提早一点 或者是我们下课的时候 好吗 好 好 那你赶快写桌子 然后再见 再见 好 那我们来看哦 那像一般我们住的大饭店 大家都有去住过大饭店吗 应该有吧 对不对 出去玩 我们是不是都会去住 那大饭店可以提供我们怎么样 有的会去那边玩去吃 那或是去住啊 那 像枯木就可以让五色鸟 呼类 天牛 刚刚讲到的这一些生活在里面 所以就很像是他们的大饭店一样 可以吗 好 有懂这个意思吗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第四段 那后面的五六七段 那我们明天再讲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课文前面一二三四段还不熟的 那你就要再把它独熟一点 然后试试看看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讲完整 这样子 好 那 那评量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是要写 好 那先不用拿 好 先不用拿 我们 第八十页 我们那天第一大题已经完成了嘛 对不对 我们第一大题已经完成了 那今天是要叫你们写第二大题跟第三大题 那二三大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好了 他第二大题说要圈出这个字的正确注意 那这个字我们通常一般会念重或者是重 那你就去念念看 那我应该要圈重还是重呢 好 你就自己把它圈出来 那第三大题 那 特别讲不同处的地方哦 那照尺就不是写 不是写那个 写不熟 是写不同处的地方 那照尺的地方要把它造出来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部分可以哦 啊 记得八十页把它完成 好 那我们就换到数学 那我们把数学把它拿出来 数学评料把它拿出来 好 那数学我们是要看到79月对不对 79月上次有一部分让你们回去自己写的 那我们就来对对看 好 来对一下 看哪里有问题的 好 其实9月上次写一三题对不对 好 二四 二四题 那你对对看 有人没有写的吗 都要写哦 哦 我会 随机抽 抽 你要把你的评料拿起来给我看 我看 我要抽查看看你有没有写哦 哦 好 来 那我们就看到第二题跟第四题了嘛 第二题跟第四题 那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样吧 只是要再把它列出来 那算出来会得到19 夸服的部分是19 那下面 夸服的部分是56 那这个答案都不可能会有余数 如果有余数的话 那就有可能就是你的计算有错误 那就要再定正一下 好 那我们就往下看了哦 可以了吗 可以了哦 好 OK 一样 下面这个部分 一二题 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那 做法跟算是记下来 那我就再讲一下 第三题 他说妈妈剩特价时买了五代相同的卖片 共花了495元 所以一代卖片多少钱 所以我要算一代嘛 对不对 一代不知道我就列夸服给他 夸服乘上我买了五代乘上五代 会总共花了495 所以等于495 那一样我把它倒回去算 算夸服的部分 好 495除以5 就会得到99元 所以一包一代就是99元 好 第四题 一支铅笔9块 那哥哥买了一些 共花了108元 哥哥买了几支 所以他是要算几支嘛 那这一题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 一支铅笔多少钱 那我就 不用列夸服给他嘛 那我就是一支9块 乘上我买了一些 买了不知道一些 我就列夸服给他 乘上夸服 等于共花的108元 等于108 那我一样 就用此次把它算出来 108除上 9会等于12 所以我把它带进去12 9乘12要是108 所以A是12支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进到 等一下 OK 好 再30秒 应该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80页了 好 那80页的部分 请你自己写第一大题 第二大题 那我今天只要讲第三大题的部分 好 一二大题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前面都做了好多次练习了嘛 好 那就看第三大题 好 他说下面哪一个小朋友的算式是正确的 所以我要勾的是正确的 那在框框里打勾 那下面 记得要写出算式跟答案 那他说夏令林有48个学员 那分组活动时 每组的人数相同 那一共分成4组 每组有几个学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下面有三个人小林小可跟小琴 那一样他都是同步用直式去列 那所以我的夸活应该是要列到前面中间 那他也是列前面嘛 对不对 那就要看数字了 好 那请问是小林小可小青是哪一个勒 好你们想一想想想看 我应该要怎么列 好彦均 好彦均 彦均要答对不对 好 那请问彦均是小林小可还是小青呢 小可 小可 没错是小可 是小可 其他同学有答对吗 应该是小可哦 如果我列除法的话 他说有48个学员 那已经跟我讲48个了嘛 对不对 那分组活动 每组人相同 那我不知道一组有多少人 但我只知道分成了4组 所以我48去除上 我不知道一组多少人会得到4组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算花糊的答案呢 是不是一样 48 绿除以4 就会得到中间的这个解答 好 那记得 我下面算是一样 要把它写出来 48除以花糊等于4 那继续 48除以4 我这个就是把它算出来 夸糊的部分 那会等于多少 好 来48除以4等于多少 你们算出来了吗 好 很快 还是陈佑跟韩语 那可是韩语比较快一点 好 来48除以4多少呢 韩语 12 很好 所以我就算出来 我就夸糊我是12 那我们 你把它带进去 我们48除以12等于是 我们没有交过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验证方法是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去4去乘上 我的12是不是去乘上4 看会不会是48 得到48 就代表我的12是对的 那我们有些学验算 那你就要去想想看 我用我们学到的验算的方式 去看我们的答案 是不是是正确的 那A打12个学员 可以吗 好 那第三大题就这样子 那12大题 今天你有空的时候 帮我完成 12大题有空完成 好 那我们今天数学就这边 那明天会进入到81页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来到自然跟社会了 自然跟社会 好 那小朋友自然 天下把它拿出来 一样哦 4647有没有写 4647应该是我们上次的作业嘛 对不对 好 4647应该是我们上次的作业哦 你应该已经都要完成了哦 好 那我想要抽一个人 看看到底作业有没有写完成呢 来 我想要看看 好 来宇昕的 来宇昕 你把萤幕打开 那我看看你的功课 有没有完成的 是有完成的 宇昕还在吗 还在 好 宇昕好 来 我看看你课本 好 你是有写的 对不对 好 很棒 好 那请你放下来 那我们就进入到4647楼 好 好 请你们把 是非题 是非题对一下 那我们一样 把我们等一下 我把我们的叉叉题 定正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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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没有写的 请你不要抄 不要抄 那你再花点时间把它完成就好了 因为抄真的没有意义 你还是不会 那对 也没有练习到 好 那应该可以 那我们就来看 叉叉题的部分 好 来 第一 第一个 他说晴天的天空一定完全看不到云 是错的 也有可能有比较少的云啊 那有时候你也会看到 是不是还蛮大片的 那 蛮大片的 然后 其实也不少 但他那天天气就是很好 就是晴天 那 你就可以写说 也可能有极少的云 你可以写这样 或者说 也有云啊 之类的 把它定真过来 好 那看到第三 那无论什么形状的容器 都可以当做简易的云量器 来测量云量 不对 我们有一直在讲 不是什么形状容器都可以 那我们配合底也有做过 那应该是怎么样的容器才可以 平底子筒的容器是最好的 对不对 平底子筒的 那请你把它写上去 不是什么容器都可以 那最好就是平底子筒的 那我们也有做过 什么是平底子筒的 就是 上下 都是云层的 不会上载啊 下宽啊 或者是上宽下载 这种就不适合了嘛 平底子筒的 要写哦 说回来我都要看哦 看有没有人没写的哦 都一定要定证上去 好 来看到第六个 那从气象局的网站 只能找到当天和明日的气象预报吗 只有当天跟明天的吗 没有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一个礼拜 也有一周的预报 好 那你可以写说也有一个礼拜的 也有一个礼拜的 那一个月的话就是没有哦 我们有讲过 有时候题目会给你出说 一个月的也可以 那没有 最多就是一个礼拜 好 好 那看到第七个 想要知道明天的天气状况 可以查询去年同一个日期的天气状况吗 那应该不行吧 那也太费工了吧 就是因为每年的每天的天气其实不一样 所以他说每年同一天的天气状况不一定相同啊 对不对 那你去查之前的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说 那你也可以好奇去查查看 哎 搞不好有一样哦 但几率是非常低的 而且我们现在天气变化有这么大 那每年的空天的天气状况不一定相同 那就写不一定 不一定相同 可以了吗 雨萱有定证好了吗 有 好 那就看到选择的部分了哦 好 来 选择一二题是一跟三 好 一跟三 错的 请你做记号 然后订阵过 好 那第二题想讲一下 想要查询气象资讯可以拨打哪个电话 166 对不对 166 那还有哪一支电话可以 还有哪一支电话可以 还有哪一支电话可以 还有哪一支 还记得吗 166跟多少 跟多少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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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67 应该是167哦 哦 记得哦 166跟167都可以的 好 好 来看到现在的页 47页 嗯 不对 嗯 调太快 47页 好 47页 来看到 3 3到7 3到7 来 14324 好 请你对一下 14324 144 好 那有问题的吗 有没有问题的 这次这几题34567有没有问题的 没有 那应该都还蛮蛮 蛮容易的 对不对 你有那个仔细看 我们的重点应该是都OK的 哦 那来看到 讲一下第四题好不好 哪一种甜点状况 住在低洼处的人 要防范淹水 哦 低洼处是什么 还记得吗 就是他那边的地区 他那边的地是 比较 比较低的 哦 比较低的 那一下雨的话 那种现在呢 很大雨的话 那你就想 我们水会往低处流嘛 对不对 那他那个地方就容易积水 容易淹水 那 在 什么样的 天气状况 就是豪雨特暴嘛 豪雨特暴是什么 乙系之间或是 一段时间内 他就可能下到 下到 非常非常多 多的雨水啊 或 那有可能是会造成淹水的 那种那种程度 就是下大雨 下大雨的时候 那就是会有突然 新闻 你们都看到新闻 会有豪雨特暴嘛 那 如果提醒 嗯 哪个地区 哪个地区的地方 可能要 防范淹水啊 之类的 哦 好 那看到第五个 好 奶奶明天想晒 后面被 那天气预报位 那种天气 可以 比较合适啊 那我们一定是选三嘛 出太阳的时候 是最棒 最好的 那 我一再强调齁 这个图啊 这个图 你一定要知道 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 是什么 好 那 请问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雨天嘛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雨天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 阴天 阴天 对不对 阴天 好 那第四个呢 好 那韩云呢 第四个是什么 是你一直 你举手的对不对 二 二 二 第五题呢 怎么会二 他要上棉被哦 厚的哦 应该要怎么样 三 应该是三啊 对不对 出太阳的时候最好 最适合晒衣服啊 晒被子啊 对不对 那 第四 第四个是什么图 我们可能比较 比较少出现 多云 多云的 哦 那你不知道的小朋友 请你把它写上去 好 第一个下雨天 第二个阴天 晴天 第三个晴天 第四个就是多云 好 那这里没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要到 假夜了 哦 48 49 48 49 4849 今天的进度 今天的进度 那配合题我们就一起讲 哦 一起讲 好 请问 使用 气温计测量气温应该要注意什么 正确的打勾 哦 正确的打勾 第一个 应该是平视 如果你从上往下 从下往上都是不对的 一定是要平平的看过去的 哦 好 第二个 气温计应该避免被太阳直射 哦 这个也是哦 对哦 因为你直射的话 我测量就没有意义了嘛 太阳这么热 你随随便便测都应该都很高温 那就不准了 哦 那第三 观测时应同时对着气温计吹气 这个 不对 不对 哦 因为我们人体是有热度 汽吹出来也是会有温度的哦 你对它吹气那就不准了 哦 第四个 轻温计离地约125公分的高度 对吗 对 对好 OK 这个是对的 那应该正确的话应该是125到多少 还有记得吗 200对不对 125到200公分都可以哦 这个范围内是都可以的 那你忘记的把它补充上去 125到200公分 好 第五个 溢柱高度没有变化后 再 读取刻度 没错 什么叫做溢柱的高度 就是它没有看到它在爬升或是在往下 爬升啊 之类的 往上或往下 它就是一直定在那里 那 就是那个温度了 那就是你该记录的那个温度了 那如果它在爬 还在爬的话 那你就 稍等一下 它停止了 不变了 哦 然后才会准 好 那看到 这边 那我们要来看表格 要来练习看表格 对 好 它说什么 下表是气象局天气预报 回答问题 对的打 勾 打勾错的打 插五 那我们会看到什么 白天的和晚上的都是晴天 哦 那每个细节我们都要去看过 那是什么一周的预报呢 一个礼拜的 那它上面有全台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外道 那它列出来的是北部的部分 有看到吗 它点在这个地方 那县市有基隆市 台北市 那都是个白天晚上 白天晚上 一个礼拜 23号到29号的天气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往下看咯 好 来请问 住在高雄市的小薰 可点选一周预报中的南部 就可以找到高雄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 对吗 对不对 高雄 是在南部 是吧 对不对 那就是没错啦 好 他点手一周预报嘛 就是ok的 高雄 那他就要点到南部的地方了 他就要点到南部的地方了 好 第二个 基隆市5月24日白天适合晒衣服 是吗 基隆 那我就找到基隆 白天 是不是这边 那对过去5月24日 是这里 请问他适合晒衣服吗 不适合 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下雨天 对不对 那我就要打他 差 好 那应该是下雨天哦 好 第三 住基隆市的小谷 5月25日出门 需要带雨具吗 一样 找到基隆 好 5月25日这一天 他出门需要带雨具吗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应该都是会这样 下雨 下雨 所以他需要带 对不对 那就是对的 ok 好那第四个 5月28日台北市白天最高温比基隆市白天最高温低 好 好 这一题 听起来很浓长 我有点 5月28日这一天 那他就是要比较 那他就是要比较台北市跟基隆市的白天 白天 白天 的最高温 那基隆市的最高温是几度 三十二 三三十几 这里是多少 三十一 对啊台北才是 三十二 四十二 所以谁比较高 所以应该谁比较高 台北市 台北市比较高 对不对 那 应该这里要改什么 比较高 对不对 好自己改掉 好 但是比较高的哦 好 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自己把圈起来做个记号 你就会比较好去看 第五个台北市5月29号的晚上最高温可以达到29度 台北市在哪 这边 5月29 这里 对不对 这里就是这一个 哎他问什么 晚上哦 对不对晚上 那是不是这边 最高温 29度 没错 那他今天可能就是 持续在25到29之间间的温度嘛 哦 那就是29度哦 那就是对的 可以吗 表格会看吗 可以哦 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隔壁页哦 那我们就来看到隔壁页 那我们就来看到隔壁页 哦 像如果我讲到第一段 我 找到乙轩 那乙轩就要把我念念念念念到句号的部分 哦 那下一个人就要接着 念念念念念念念到句号的部分 可以吗 哦 所以每个人都要很认真哦 都要很认真哦 我随时都会点到任何一个人哦 可以吗 好 那我来看第一个我想找谁 嗯 一个看看哦 好来志诚好不好 志诚你第一个 可以吗 志诚 好 那你开始了哦 梅雨是亚洲东部会出现的一种天气现象 他出现时正好是梅子成熟时解冬 继续啊 到梅雨之春 OK很棒 好 那我会登记下来就加分了哦 好来接下来我看谁 嗯 来找一个 嗯 诶我们的文语是不是不见了 诶文语还在啊 文语好不好 文语来念 可以吗 接下去哦 文语还在吗 文语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找下一个好不好 好来我看那个手觉得非常卖力的施诚佑 好来诗诚佑 又来 美语的特性是连续好几天不断下雨 OK很好 好来下一个来请到雨昕 雨昕来念 听下去 台湾的梅雨季 台湾的梅雨季 大约在每年的五六月春夏交替时期 大音变动性大 有时也会出现梅下多少雨的情形称为空梅 OK OK很好 来 那我们到下一段咯 那请 请 应寒 应寒 应寒好不好 来应寒接着念 美语 美语其限环境 因雨变得非常潮湿 衣服不容易晾干 物品也容易发霉 长霉菌 因此又被称为美语 OK好来下一个请 彥君 彥君 美语其间 落雨雨的水气 充沛可能带来极大的自灾雨量 造成农作物 损失 滴挖畜 淹水 土石流等灾情 OK好 那下一个请 一华 一华在吗 一华 好 OK好来 来那就给韩语 好韩语接下去 中央气象局会发布大雨或好雨特报提醒民众小心应对它的标准是24小时内累积的量雨量 OK好 所以下面等一下有个表格我们一起来看 好 好来最后一段 来 最后一段来我就请到以萱了好不好以萱 来说明 一段来说明 每日雨和台风 能为水库提供充足的土水 是台湾重要的水资源来源 OK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 它是跟我们讲什么 24小时累积的雨量 那它有类别什么 大雨 大豪雨 跟超大豪雨 所以它的标准是什么 大雨是在80mm以上 对不对 豪雨是200mm 大豪雨是350 那超大豪雨是500mm 那这个表格我们先看着 好 那我们就往下来看 好来请问 台湾在哪个月份容易出现梅雨 哪个月份容易出现梅雨 快快快 来 文雨可以回答了吗 文雨 他在哪个月份 蛤 5月 OK5月很棒 5月份 没错 13 5月份 我们刚刚有讲到 5-6月 是春夏交替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也是我们 每雨出现的时间 对不对 大约都是在每年的5-6月份 好 雨量在24小时内 可能累积到达多少时 会发布大豪雨的特报 要看上面的表格 大豪雨 来 请问赵柏宇 来 请问大豪雨特报应该要满足哪一个条件 是哪一个 1234 大豪雨 看到他 应该是多少 350 可以吗 你还在吗 那就是350 350 好 第四个 好 请问第三 下面何者是梅雨带来的好处 好处是什么 好的 是正面的 叫做好处 好 来 请 一华 一华可以拿了吗 第三个题 哪个是梅雨带来的好处 这是哪一张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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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它应该都是容易发霉,你也不喜欢的东西容易发霉 那环境潮湿其实没有那么舒服,都湿大大的这样 然后身体就黏黏的,那引发主食流是更不好的 引发灾害是最不好的,那应该是饿哦 它的好处可以为我们水库,水库如果没水的时候 刚好没雨就起到来,那把我们水库充满了水 那就比较不会担心说缺水的问题了 OK好,那我们自然今天就到这边 那我们明天就要进到第四大园的动物王国了哦 好,那我们就换社会了 换社会了 好,那社会请你 可是社会有 怎么了 社会有要写吗 社会上次是有要写的啊,我们社会是上次有写要写67页对不对 我说这次 这次 这次的话没有 这次的话我要让你们要读69跟70页 请你要花时间读 可以吗 好,我们要进到第二课探索家乡的地名 好,探索家乡的地名 等一下哦 好,这边对不对 好,那68页我们上次有讲过 那我们一样要来看一下67页有没有问题的部分 好,67页 那选择是非,是非题来看一下 好,对一下,圈圈,X,圈,X 那第六题是圈 好,那就来看到XX题部分哦 第三个 家乡的地名很重要,所以命名之后就不能再改变 X 是X,可以改变 对不对,是可以改变的 那就自己定正上去哦,是可以改变的 好,那来第五题 屏东县牡丹乡的地名由来是由客家人有密切的关系 是吗? 对 是吗? 跟客家人是有密切的关系吗? 对不对不对 应该是什么? 不是客家人吧? 原住民 对,原住民,对不对 好,我们往旁边看一下哦 这边就有哦 屏东县 牡丹乡,对不对 早期是原住民族牡丹社的居住地 所以他这个原住民族是有相关的哦 有关系的哦 那 等一下 好 那我们就看到 选择题咯 选择题 来 好 那是31432 31432 有没有错要问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31432 或者是你自己看过一遍 突然 知道答案 对不对 31432 可以吗? 好 那 我们上次有讲上面的嘛 对不对 那 这题有对吗 第四题 下面哪个是早期原住民族部落的名称 应该是社 对不对 牡丹社 我们刚刚有讲到牡丹社嘛 应该是社哦 好 那第五题 第五题就一定 要背了 小文今天要和家人一起参观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 请问他们要去哪个县市呢 有背吗 有背吗 对不对 那应该是什么 彭湖县 是不是 我再讲一次哦 65页跟66页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记 记地名啊 还有他一些特殊就是 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你要去联想得到 可以吗 那我是什么区啊 什么镇啊 什么市啊 在哪个县市 这些你都要 题目出来 你就要马上 就要都知道了哦 那这种就是有背就有分 那你没有背 你就只能变差差乐了哦 好 第六个 那南投县竹山镇特殿是什么 是哪一个 羊猪山 山 对 这顶 山 竹子嘛 竹带竹山 就是讲跟竹子有关系 那就是跟竹编 编 他就用竹子把它编一些器具出来 或是可以装东西的笼子啊 这样子 好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69页 来讲一下69页 那我们就进到第二课的部分了 那他说什么 探索家乡的地名 那 地名会随着时间的演进 居住族群的不同发生改变 好 会改变的哦 那探索家乡地名的方式 他有跟我们讲一些步骤 好 有几个步骤 好 那我们就 来看 有什么样的步骤 他说探索家乡地名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家乡的历史发展 历史发展 自然环境 可以吗 好 那步骤一 好就跟我们之前很 找资料 一个一个步骤来 一样 那会先怎样 选择想要探索的地名 好 你会去找一个你想要知道他的历史啊 一些种种原因啊 好 你对他好奇的地方 好 那你就会找一个地名想去探索他 那在探索之前可以先思考这个地名是否曾经改变过 你想想看他的地名跟现在 怎么不一样 怎么改变过 那你也可以上网去查嘛 对不对 那第二步呢 对 再就是要收集资料了 那就是查 你要探索的地名的相关资料 那或者是 有些长辈 他可能在那边居住过 然后 在那里很了解啊 那你就可以访问家中 或长时间居住在附近的长辈 可以知道一些相关历史 好 那再来嘞 整理资料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 我之前有讲到 你收集完你就要整理嘛 那整理收集到的资料 那以条列或者是分类的方式 将重点记录下来 你查了很多 那你要自己试着去把重点截取下来嘛 好 那像他说 以探索高雄地名的由来为例 那他像他 他去哪里查询 阅读图书馆的书籍 对不对 他就去图书馆找资料 那他找到的书籍是什么 台湾地名的由来 那他就找到这本书 那里面应该就是有很多一些台湾地名怎么来的 那以前叫什么 上面应该都会记载的很清楚 那他就举例到高雄嘛 那他的以前的名字叫做打狗 那是汉人 以照原住民族的语言来命名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原住民族的语言 可是那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原住民的语言来命名的 那后来呢 就因为日本人来这里 那这是有一段历史的 如果你好奇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 在将打狗改名为日语发音 相近的高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经过什么 原住民 又有经过日本人 所以他的命名由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蛮有趣的 好 那看到第四步 第四步是什么 你就可以发表感想了嘛 对不对 你收集到那么多了 那可以分享给大家 试着讲讲看嘛 那将自己探索的过程 你怎么去找的 怎么探索的 那你发现了什么 那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那你可以透过 透过探索 然后得到这些收获 那可以跟你的家人 你的师长 或是同学 或是小组讨论的时候啊 就可以一起分享 让大家知道 大家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然后互相交流 对不对 好 那再来透过什么 那第三点 那透过家乡的地名 可能会发现什么 家乡的地名 已经用了很久都没有改变 是哦 有可能到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没有改变的 也是有哦 不一定有改变哦 那第二个 家乡地名曾经改变过 那像例如什么 家义的名雄 这个就要记一下咯 旧名叫做打猫 打猫 这个 把它记起来 那高雄叫什么 打狗 对不对 不要搞混咯 那也可能因为不同的时间 或不同的族群 而有不同的地名 时间点 或者是族群 就会有不同的地名 就是会有更改嘛 好 那三 家乡地名可能改过好几次 那也可能最近才改的 哦 也是会哦 哦 那 很查询的 哇 这个地区怎么改的超多次的 那 搞不好到近期都还有再改过 都有可能 好 好 那再来 那他就要教我们 如何用网路查询这些资料了嘛 一样 他有分三个步骤 好 一样我们先发现问题 那 那 例如我发现许多地名有聊这个字 那像是什么 共聊 有听过共聊吗 应该有对不对 去过吗 好 那麦聊 访聊 好 那我就可以透过什么 上网 Yahoo Google都可以 好像网路那么方便 就要打进去他就一堆 这些资讯可以让你知道了 那再来是搜集问题 在网站上搜寻 你要的关键字嘛 那例如什么 访聊 地名的由来 那你把他打进去 那他就会一堆相关资料出来 那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看嘛 那就会看到什么 像什么 共聊地名是来自平埔族 猎捕动物所建的草屋 那汉人将草屋称为 称为共仔 共子聊 那后来改为共聊 好 那这个地方他竟然跟我们讲 那你就要 也要花点时间把它记起来 好 那第二个早期麦聊呢 居民种麦子 那农民在港口搭建麦子的房屋 称为麦子聊 后来改为麦聊 所以他都是有息息相关的 你有发现吗 那三 访聊是什么 地名是早期居民 利用树木 建筑房屋 对不对 那因此称为访聊 有懂意思吗 所以他命名字都是有依据的 而不是随随便便乱取的 那第三个整理要分析了 那将查到的资料 进行统整跟分析 就可以发现 这个部分有防射的意思 你有发现到吗 有吗 对不对 像刚刚说什么 草屋 或是什么 房屋 然后什么 建的建筑的房屋 是就会得知到有防射的意思 可以吗 那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再花时间再看一下 好 那今天社会是 重点是 六九七十 那你就把这个步骤再看过一遍 那你也可以试着上网自己去查查看啊 他既然跟我们讲 那你就去查查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那等一下 稍等哦 就不要退出哦 好 那刚刚国语数学 是有作业要写的 对不对 那自然 没有 自然没有 那你也可以先试着 往第四单元的重点去看 然后社会就是六九跟七十页 请你再看过 然后前面的重点 要再看 然后我要分享 你联络部还没有抄的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要分享联络部给你抄 你才能知道 你今天该做什么事情哦 好 好 那还没有抄的小朋友 把他抄起来 那依照今天的进度 把他去完成 那如果你都好了 你好了 确定都抄好 抄正确了 你就可以下线去休息了 好 就可以下线去休息 去做你的事情 OK 好 程佑说抄好了 拜拜 好 拜拜 你好了就可以下线 老师再见 再见 好 就想抄好了 好 就想抄好了 波鱼有抄吗 波鱼你抄好了吗 超好了 好了 然后再见 好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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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宇轩呢 宇轩 宇轩好 走了 好 OK 好 嗯 好 嗯 好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